大家好,這次是遊戲廢人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天堂W這一次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但是可能很多人沒注意到的 就是他的地區任務 那地區任務我現在已經差不多都解完 可是因為任務的觸發是需要 自己去找到觸發點 並不是你每個任務你都是走到就會有 所以說這些任務 還有哪些我沒有找到 可能還要去整個地圖到處逛逛看 那裡面比較有趣的是 有一些任務其實他是有 分支的 也就是說玩家的選項是真的會影響任務的結局 那獎勵的話 可能也會有影響 只是因為我沒有 有些任務我真的是 點太快啊就直接 突然就選錯 然後任務就 直接就結束了 所以說到底實際上會有怎麼樣的獎勵 可能大家要 就是有不同的角色 互相測試才有可能知道 但是 這裡可以稍微 先分享一下關於我 我目前玩到 我覺得比較有趣 然後有一些 這些任務是有分支的 那我是選了哪個分支 可能大家可以 考慮看看要不要 做其他分支 不過 就是 我自己本身 就是講這個的話一定會有雷 所以如果不想要被雷的玩家 就 還請 就 可能就直接關掉這個影片 對因為接下來我會有一些劇情 那當然如果不在意的話 我會直接講到 關於這些 任務的一些劇情 以及 之後 就我自己的做的選擇 那玩家可以 有什麼分支做選擇 好那這裡就直接開始 那首先 第一個是在於 就是在於 這邊的話奇怪食人妖這個東西我們先稍微 往後一點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麥田的父親 這個是一個很長的任務 那 他的這個任務你在一開始的時候他你會解到一半而已就是會解到 洞窟 大概解到 應該是到 這邊吧 等一下 他這個任務有點長反正就是在 麥田的父親這裡你接到以後會尋找 提米 那這個任務你會解到一半會停掉 因為他到 後面的時候大概35等的時候會再繼續那 35等的重新出發點會在葡萄田那裡 那你會找到雷真 會再有繼續找到提米 那這個任務比較特別是因為 你最後找到提米以後你會發現他是變成狼人了 而 這個任務他會有超級多 的 快速結束 選項 所以在選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因為 你會知道提米變受到詛咒然後變成狼人 而 最后你也可以帶雷真找到他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提米 例如說其中有一個選項是提米所以說很痛苦 然後要你直接把他給殺掉 那 那裡我是選擇沒有殺掉所以任務就繼續下去了 但如果選殺掉應該就會 直接結束 那接下來一個比較討厭是後來我就在尋找 解除提米詛咒的方法 就是那 那一個部分的話雷真他會一直有提示 那我那段我算解了蠻長的一直到 我看一下喔 解除詛咒 打破詛咒這裡 那最後會拿到一把是兩個 就是 攻 提米的攻 那那個提米的攻由你去找雷真他會 出現兩個選項就是 第一個是破壞攻 第二個是選找 尋找其他方法但你 找 你點尋找其他方法以後 他的任務並不會改變 可是 在雷真的說話裡面會 有說 在蘭柳村那裡的奇怪 死人妖似乎 知道 就是 有出現奇怪死人妖而他把奇怪死人妖用 特殊顯眼字體 你表示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很有可能是提示 但我後 我有去找 奇怪的死人妖 就是這個 在蘭柳村的奇怪死人妖 可是我 那後去找他沒有任何的 選項可以進行 而我後來就直接選擇了 打破攻 就是 破壞攻 只是後來破壞攻以後就 直接悲劇結束了 對 因為破壞攻以後提名就直接死掉 然後後來雷真就 會選擇直接自殺 那獎勵的話就只有 經驗值跟一點經驗 跟經濟而已 那我想過 是不是把那個任務完成 全部完成以後可能會有比較好的獎勵 但 這個就沒辦法做測試 所以這個任務就 可能要再 看大家之後要不要 就是有沒有辦法再找到其他的 解法 那這是其中一個有分支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恐怖的味道這個 那這個任務 就是你在解完蘭柳村的任務時候 村長會給你 第一拳的眼珠 這個 道具 然後你看 就是 只要吃了以後 暈眩五秒鐘 然後沒有任何的效果 而你只要 拿到這個 東西以後 就地獄犬眼珠以後 你 先吃 吃過以後再跟村長講話 村長就開始問你 你覺得吃起來如何 那我可能這個任務因為比較白目的全部都選擇 真的就是有夠難吃 後來村長就直接不跟我講話 那這 那這可能就是需要騙一下村長或許會有接續的任務 但是 實際上如何我這也沒辦法測試 可能就是要在之後開心角色才有辦法測試 好 那這個就是第二個應該可能有分支的任務 那第三個就是 醫書的請求 醫書的請求在大家第一次去到 就是妖魔聖靈的時候 那些勇敢藥水任務解完大概就會 接到這個任務 那這個任務其實分支我個人覺得應該只有在一開始 就是你要不要 幫醫書這一點 就是他會 他會跟你說啊 就是他被當成 奴隸啊然後要 救他出去 那 那你可以選擇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相信他 那我是選擇相信他 然後就開始一路的 劇情 當然這個劇情全部跑完 結果還是一個悲劇啦 可是 可是直接在 那就是直接一開始就選擇 不幫他的話 可能就會直接沒有任務 所以這一點 稍微也要注意一下 那他的故事其實蠻長的也 蠻值得一看 那當然最後就是 又是時光光結局 這一款的 就是支線真的都是時光光結局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未能祭出的信 這個信的任務是在 死亡森林 就是在 我看一下喔 死亡森林是在 妖精森林這裡 對 在這裡 那進去裡面記得要先喝一下 這一個 女神的祝福 因為女神的祝福 喝下 你不喝的話在裡面你會一直持續扣水 回到任務來 那 那個任務的話 他是 因為裡面你會看到地上有一個屍體 那個屍體他 就是會有 任務的標誌 那你跟他 講話以後你就會拿到一封信 那讀了那封信以後你就會開始去找 就是要給 要給的人 然後 然後 過去 陰海薩的神殿然後就是 開始那個 給 跟NPC講話 但這比較特別的是 你第一個找到的陰海薩的 那個 實習生女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他選項 你會選擇 要講實話還是講謊話 而我是選擇的講實話 講說那個人死掉 但 講實話以後 你會發現接下來 神女會很開心 然後 他還會再去 你還會再去跟其他的神女 繼續傳達就是 很開心的訊息 而 如果是講謊話的話 這裡 可能會有其他的 就是 分支 或者是獎勵也說不定 但這就不知道 可是這個影響應該就沒有像前面幾個那麼大 就是單純就是你要講實話或講謊話 然後可以看NPC不同的反應 那最後一個是 死者的聲音 那死者的聲音這個的話就是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死者聲音 因為那個是在 不好意思稍微 找一下 因為那個應該是在 比較前面一點的 因為那是在古魯丁 古魯丁的 就是在 廢墟那裡 看一下 在 死亡廢墟 死亡廢墟那裡會有一個 NPC 一個法師NPC的靈魂 那在那個靈魂裡面 那靈魂你跟他講 就是 跟他講話他會要你去 找他的死因他說他一百年前死掉的 然後你要找他的死因啊 然後 那個 這就是啊 從遠處傳來的應該是這個 看一下 對就是這個然後 要去要去找他死因然後 然後回去看過去的那個記憶 那最後就是 他會要你找回他的物品 就是 利波塔這個 找回物品 然後你會找到鞋子 你會找一個加二鞋 然後 只是最後你在 遇到他說你可以選擇要把 鞋子還給他還是要 裝作不知道 那我自己那時候是因為點太快直接看到的 就是直接點到 裝作不知道 可是你點裝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鞋子留下來 那在收藏品裡面其實是有一個 就是加 剛好加二鞋 然後 收藏以後就可以加 HP的 我看一下 已完成 就是這一個 和良心交換來吃的 這個就是 剛才那個任務你如果完成以後你直接 就是選擇裝作不知道你會把他這個鞋子留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收藏別的HP加十 那這個東西就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小彩蛋 那目前 我自己 玩到現在大概有分支的就是這幾個任務 如果大家 就是在 更仔細的找的話或許還會有其他任務也說不定 那如果我之後有找到新的有趣的東西然後 也比較 值得大家 就是去解的任務的話我也會分享給大家 那目前這些任務裡面我解完 獎勵有感覺比較好一點的應該就是只有 這個無法取得的礦石 凱爾任務很長 因為他要你一直去打 打怪拿礦石最後一個要拿到 100個就是要拿100個礦石因為打怪並不會100%掉所以要打蠻多隻的 但這個任務解完以後他直接送你一把 巫術魔法杖 那對於法師來說就是一個還不錯的綠杖這樣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按讚訂閱分享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